这就是宜兰 好漂亮喔 好美喔 �喔 啦 羚白 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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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这个是李子的果树 叶子是偏圆的 这个是桃子的果树 叶子是长形的 所以这里有一棵桃子的树 然后这里是李子的树 然后学弟在后面忙 我人生第一棵木瓜 我刚刚顺利的摘到了一棵 整个果园里的唯一一个木瓜 学弟妹刚刚整群人去摘的李子 不是李子是桃子 最近刚好是桃子的季节 然后我觉得最酷的是 刚刚学弟有特别带我去看他们家 八年的奇异果的根 奇异果 我觉得超美的 带你们来看一下 就是长这样 像不像是小人国的秘境 我觉得超酷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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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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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一個形態的葉子叫保子葉 營養葉指的就是這個 附在板子上的這個葉子 這個保子葉是它 凸出來長出來這個 下垂的這個部分 這個叫保子葉 那等一下我們上板的時候 就是比較重要的是 我們要判斷它的方向性 哪邊是上面 哪邊是下面 我們上面稍微留一點空間 比如說3到5公分左右 OK 然後抓一個中心點 抓完中心點之後 在左右距離木板的邊緣 大概1公分左右 我們會固定兩個點 那依照這兩個點 我們來畫一個圖 簡單的把我們 等一下要種的方位先確定 為什麼上面會需要留 因為我們這邊待會會再打動 就是我們要掉在 所以要留 那你要種板也不是不行 所以說我們這邊如果要放 之後要放明海 可以放在這個區域 好 左右的確定好位置之後 我們就用螺絲把它鎖在上面 我們稍微鎖 是鎖斜斜的 由外向內 斜斜的鎖一點點 這樣呢 我們魚鎮在綁的時候 才不會脫臉 所以不用鎖石 要留一點空間 對我們最後大概留 螺具 螺紋我們大概留兩個螺紋就可以了 兩個螺紋 對 但是也不要超過木板 都是大家自己在操作的時候注意一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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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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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需要的环境 日照的部分 不要止塞太陽 可以選擇比如說在屋簷下 或者是半日照的地方 建議不要細塞 早上如果有9點到10點左右 太陽照到應該是還OK 那水份的話呢,水份就是 我們擰乾毛巾的時候,毛巾還是會有點濕濕濕的 那種狀態就是我們水拍最好的狀態 攪水我建議 如果你都不會攪水的話,用泡子 用泡子,拿一個小水桶 泡子三到五分鐘起來 這是最簡單的方法 這裡是演技生活,我們下次見! 是最多了解的 在此外置的呢,或是一種狀態